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无聊的人就是黑白灰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在这中间 就是在袜子上夹小巢丝 所以反而我的袜子是最多 粉色系跟颜色就是在袜子上 所以这是我的穿搭的技巧 对 衝机 我是到户外去走动的时候 就喜欢穿上比较缤纷颜色的 像我去年就有 今年就有到日本去赏樱花 确实自己就是穿着比较粉嫩粉嫩色系的 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跟樱花融入在一起 看到粉色系不得不联想到 梦幻与浪漫的氛围 不知道咱们荣雪和曼淑 是否也想在新的一年来一段 粉色系的恋爱呢 分书打趣地说 如果有的话她愿意天天插 只能说约老大大 快点吃她一段好姻缘吧 好想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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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要有一些就是 那个粉红色泡泡 就是拢在自己的身边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我愿意就是天天穿粉红色 大家有运气 对 天天穿粉 粉色的色系 粉红泡泡就出现了 出现的话我一定穿 日前半叔在专栏提到 妈妈生病以及治疗的人生经历 并鼓励妈妈勇于改变 不要压抑 容轩也爆料 和姐姐Selina在明年 也有自我挑战的计划 我们是有秘密在计划一件事情 预计在明年 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确定 所以对 跟运动有关的 就是一个自我挑战 因为我们确实是 彼此都一起爱上了运动 然后也可以在运动中 找到很不一样的自己 现在都蛮好 蛮开心的 就是有一天我就跟她聊天 她就是跟我说 就是生命到现在这样子 她其实有很多感慨 然后我就说 对 如果你不赶快改变 你的人生的话 你就会再生病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心态 然后她有一天就很开心的分享说 我今天就是跟爸爸吵架 就是大吵 以前很怕 然后现在都没有再害怕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想 我觉得你进步了 你不用再因为就是 就是还在生气 然后还要怕旁边的人知道 然后在那边压抑 然后偷偷生怨气 把病全部压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 对 因为最近刚好 真的也很多生病 很多比较 就是女性的朋友 都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真的也希望 女生要好好的爱抵自己 就是要开心 一定要让自己想办法 没有人给你幸福 你要让自己很幸福 两人近日都忙着拍新戏与电影 幻书在戏剧天黑情闭眼中 全是艳照风波疑似受害者的角色 剧情悬疑迷离 而荣轩则在北京拍摄电影 麻烦家族 演出对爱情勇敢追求的女孩 真的让人好期待她们的表现 哇 新闻网 就是要开心 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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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